主战派之所以主战 主要是基于四点考虑 我们讲出现了主战派 出现了主和派 那么主战派是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考虑 他强调要主战的 主要是四点 第一点 他们考虑到中国和越南之间 在历史上存在着宗藩关系 宗主国和藩属国 那么按照宗藩关系 如果说越南出现了什么事情 中国没有不去关注 没有不去帮助这个道理 这是宗主国的一种责任 他们说如果听任法国群立越南 后患将无有穷妻 后患无穷 说且环伺而其者不只一法国 说如果法国群立越南 如果说你新的服务不去干涉 后患无穷 跟着法国而来的 不仅仅是就一个法国 很多人会跟着法国 还死而起 说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 如果说越南被法国占领了 那么中国其他的一些藩属国 也会被其他列强相继来侵占 他们讲 说此不特边疆之患 意义大局之优也 说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边疆之患 关系到中国的大局 是大局之优 那么当时一个著名的侵略派将领 叫做张佩伦 他也讲 他说 他说我这担心 他说切恐各国还次 且计日本法兰西而起 他说我担心其他列强 会紧跟着日本和法国而来 琉球不顾 必及朝鲜 日本占领琉球了 清政府不加干涉 那么日本就会占领朝鲜 说越南不顾 必往缅甸 如果说清政府对于法国群的越南问题 如果不进行干预 那么中国的反省国 这个缅甸也会遭到列强的这种侵略 说诚可危也 那么认为中国呀 和越南存在着中藩关系 是吧 中国应该援援抗法 否则的话 对于中国 本土那么是有很大的这种危险性的 因此他们主战 这是他们主战的第一个理由 他们主战的第二个理由 就认为中国和越南 在地理上是山水相连的 地理上是接壤的 那么中越之间是一种 纯齿相依的关系 那么越南的 越南 或者越南北方 是保卫 或者平护中国的 云南 广西 它的一个藩离 是一个屏障 如果法国占领了越南北方 是吧 中国呢 必然就有 镇临气腹之灾 唇亡齿寒之患 就是法国圈的越南 是吧 直接就可以从越南 来进反中国的这个大陆 进反中国内地 那么中国呢 是有 这种镇临气腹之灾 唇亡齿寒之患 那么他们还讲到 说法国 军队越南 他的目的 不仅仅在越南 而且是希望通过 军队越南之后 进一步对中国进行 军队 像当时清政府的 驻英法的大臣 叫做曾继泽 这是曾国藩的儿子 清政府驻英法的这个大臣 或者叫驻英法公使 曾继泽 他就曾经这样讲 说法人之素质 这法国人 是吧 他的一贯的这种想法 或者这个志愿 志向 法人之素质 非图并越南 并不仅仅是要占领越南 特域 以越为根脚儿 就是他们要以越南 作为自己一个根据地 作为一个跳板 他们的意图在哪呢 越边之煤矿 广东广西的煤矿 滇中之金矿 云南的金矿 无不垂涎 就是法国占领越南 是希望要以越南 作为一个根据地 进一步的群绿中国的内地 崛起中国内地的一些 煤矿啊 金矿啊 各种利权 那么讲到中国的 善水相连呢 它有一种 纯粹相依的关系 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他们主张呢 要圆越抗法 对法主战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他们认为 法国群绿中国或者越南 面临着很多不利的因素 他们举了一些例子 说比方讲 法国刚刚战败给普鲁士 这是指的那个 1870年的时候 这个普法战争 法国失败了 说法国 新进 失败给了普鲁士 法国受了很大的创伤 元气被赴 这个不利于法国 他还讲到 西方的各个私部女国家 对于法国军队越南 对于法国军队中国问题 太多暧昧 他们有厉害 他们有矛盾 那么因此呢 这个列强之间 私部女国家这种矛盾 可以为我所用 那么这也是不利于法国的 那么他还讲到 说法国远征中国 远征越南 是吧 他的兵力不足 是吧 交通运输 军事补给 都会出现困难 那么这也不利于法国 对中越的侵略 他说另外 像越南北方 中国的云南 广西这个地方 是吧 那种瘟疫流行 有很多脏器 就是流行病很多 那么这样 也不利于法国呢 对中国这种侵略 还讲到 像法国人民 反对这个征兵 反对加税 说这些都是不利于法国侵略 他说法国既然 群聚中国 面临着这么多困难 只要中国 不为法国人的 这个虚声 恫吓所震慑 是吧 不为其所动 只要坚决抗法 就可以战胜法国人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张之洞 曾经做过一些分析 就是分析说 在中法战争当中 有哪些是有利于中国的 他曾经讲到 说比无驻兵之与国 我多习战之素将 说这个呢 是和第一次亚非战争当中 所不同的 有利于中国的一个条件 他又讲 说比有后忧 我无内患 说法国有内忧 我们没有内患 说这个呢 是和第二次亚非战争时期 不同的 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条件 讲什么意思 说在第二次亚非战争当中 中国一个方面 要反对英法的这种战争 这种训练 同时中国又有内忧 有内患 就是指了太平天国起义 养军起义 说这个时候 中法战争的时候 中国国内已经平定了 没有这种内忧了 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 那么他还讲 说有越军 有越军 以分歧视 有流团 以杀其风 说这个时候 有越南的这个军队 去牵制法军 是吧 又有刘永福的这黑旗军 是吧 来打击 这个法国圈内者 说这个呢 是和几年之前 清政府收复伊犁问题的时候 所不同的一个 有利于中国的一个方面 说在收复伊犁问题的时候 没有什么像越南军队啊 是吧 牵扯 这个外国军队 也没有一个刘永福 什么这黑旗军 那么因此 他认为 中国反对国和群力 是有他的有利的条件 那么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 他们认为刘永福 包括他的黑旗军 以非常简陋的武器 是屡折取球 贫钱丑类 刘永福 带领了黑旗军 用非常简陋的武器 几次打败法军 他说这一点 就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证明法国人的战斗力 并不是很强 足以证明法国圈内者 是至尽力所 他的能力 只不过是这样 至尽力所 伎俩不过如斯 法国人他的能力 实际战斗力 不过就如此而已 没有别的 这个更好的办法 那么因此 这些人就提出来 要按住刘永福 按背地里 去支持刘永福 利用刘永福这黑旗军 来打击这个法国群内者 那么主战论者提出 这个主战的四点理由 我们可以看 他可以说是言之有物 理直气壮 我们看他讲的是 很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四点理由 实际上 他是讲了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 他所讲的前两点 是在论证 中国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义务 进行圆越抗法 那么他的结论 是肯定的 就是中国当然 有必要 有义务去圆越抗法 因为什么 中越之间存在着宗藩关系 中越地理相连 有必要圆越抗法 那么他所讲的后两点 是在论证什么呢 是在论证中国 能不能够取得 圆越抗法的胜利 能不能呢 按照他在这理解 结论也是肯定 那么既然中国 有义务 有必要去圆越抗法 也能够取得 圆越抗法的胜利 那么理所当然的 中国就应该 进行圆越抗法 因此他们提出来 这个主战 那么从主战论的 这个思路 我们去考虑 主战派提出来的 主战主张 是有他的这种 合理性的 他自然的 就会得出一种 主战的主张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主战派 他主战的 他主战的立足点 是什么 我们做的一个分析 下面我们讲 第三个问题 就是分析一下 组合派 组合的这种 立足点和作严点 就是组合论者 考虑问题的这种 立足点和作严点 那么这个组合论者 对于这个主战论者 提出来的 这个论点当中的前两点 是基本上认同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原则上 是吧 也承认中国 圆越看法 这种正义性和必要性 也看到了 法国群立越南之后 有可能继续进行冲骨 继续 群立中国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这种危险性 那么但是 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这个看法 不像主战派那么绝对 也不像主战派那么肯定 那么这是他们和主战派的 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组合派 之所以组合 是基于三点考虑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组合呀 基于以下这么三点的考虑 第一点 组合论者 他们虽然也表示 说法国如果群立越南 中国不能够断之 断然不理 断不能 是吧 置之不理 那么但是 同时又考虑到呢 这个越南 已经很软弱了 用他们的话说是 孱弱已极 是吧 说这个越南呢 是世事求助法人 在很多事情上 都去依靠法国人 既立有约据 恐非中国 所能劝阻 说法 这个越南 从法国签订了一些 不平等条约 立有这个约据 说这样就是中国呢 很难去劝职的 那么因此 他们认为 清政府 或者中国 在对待越南问题上 就不要太认真 他们原话讲什么呢 说对于这个 法国群立越南问题 只可不计不离 随时设法调停 不要太认真 是吧 不计不离 是吧 那么采取一种 随时 进行调停 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他们就想 或者他们认为 越南政府 在与法国 侵略越南问题上 那么一方面 同法国签订了 两次不平等条约 就是两次签订 这个不平等条约 是吧 承认了法国 对越南这种保护权 那么另外一方面 越南政府 又向清政府来进行求援 那么因此 这一部分 清政府官员认为什么呢 认为这个越南政府 并不是真心实意的 全心全意的 要依靠清政府 去抵抗法国的群立 他认为 他认为这个越南政府 本身是采取了一种 非常实用的这么一种办法 手术两端 交材两只船 那么既承认 法国对他的保护 那么又 请求清政府对他的 这种保护 对他的援助 如果这个越南政府 就采取了一种 交材两只船的 这么一种策略 那么这部分官员认为 那么既然越南 同法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 实际上 中国和越南之间 那种宗藩关系 已经不存在了 或者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么既然法国人 既然这个越南 已经投降于法国 用他们的原话来说 说既然越以音响于法 越南背地里 已经投降于法国了 而我代为力争经营 竟与法人决裂 则兵端即开 或致扰乱各国通商全局 似为不值 说越南 已经同法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已经投降了法国了 说我们再去代替越南 去同英国 同这个法国对抗 会扰乱整个东亚大局 他说这个呢 是思维不值 不值得 他们呢 更担心什么呢 更恐一发难收 净成兵连祸节之势 他们担心同法国 一旦发生战争 这个局面不好收拾 就会长年累月的进行战争 是吧 进成的那个兵连祸节之势 那么也就是说 组合派之所以组合 他在权衡一个问题 权衡什么问题呢 他在权衡 中国进行圆越抗法 他的利害得失问题 有些什么利 有些什么弊 有些什么得 有些什么失 他们经过这个权衡 利害得失之后 他们认为 圆越抗法 对中国来讲是失大于得 害大于利 因此他们主张要对法进行议和 这是他们组合的第一个理由 他们组合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组合论者认为 那么现在法国圈的越南 他的一个目的 无非斜跃以必从 非志在 全吞越境 他讲什么呢 说法国这个时候 去那越南 就是希望越南 答应他们的一些要求 并不是要 整个吞并越南全境 把整个越南吞并 他说不是这样 他说即使法国 把整个越南全境 都吞并了 灭亡了越南 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也并不足惜 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很惋惜的 什么道理呢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呢 法国群人越南 对于中国来讲 只不过呢 是编幻浮于将来 是中国的边疆地区的一些祸患 这是将来的事情 伏编幻于将来 说如果中国现在 马上就援越抗法 就会导致什么呢 引火烧身 从法国发生战争 引火烧身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兵端开于恶行 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 那么他们在权衡了 战争爆发的这种池 或者枣 就是枣和晚 是吧 他对于中国的一种厉害得失 他们经过权衡之后 认为现在是敌强我弱 法强华弱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战争爆发的越晚 越有利于中国 因此他们主张呢 那么对于越南问题 中国不要太认真 是吧 那么要对法 才去议和的这种办法 这是他们之所以提出来 议和的 这么一个第二个理由 那么组合论者之所以提出组合 第三个理由 那么组合论者认为 法国的船 炮武器 都很精良 法军的军队 是训练有素 那么法国毕竟是 西方国家的 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相比之下 清军中国军队 是兵丹享亏 兵力单薄 这个军饷很缺乏 中国的海防空虚 也就是说 中国军队的这个力量 是不如法国人的 那么因此 他们认为 中国对于法国 断不可轻于延战 不能够轻易的 就同法国人进行战争 他说 尤其是 法国迫使越南 同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那么越南已经成了 法国的保护国 那么在 法国没有对中国 本土发动进攻之前 中国要想保护越南 那就必须呢 要彻底废弃 越南同法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他说 要废弃法国 同越南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弹和容易 怎么能够那么容易呢 他在讲 说如果中国不能够 变更越南国王 不能够承办 这个越南 同法国签订条约的 那些大臣 是吧 清军不能够驱逐 在河内 在西贡的这个法军 如果说做不到这三点 那么法国是不可能 同意清政府 废除法国 从越南签订的条约 那么他就分析一下 说 回目前中国人才 冰想 劫万万办不到 这也 说我看了一下 目前中国的人才 冰想 根本达不到 是吧 驱逐在越南的法军 也达不到 变更 越南国王的 这种办法 是吧 也不能够承办 那么同法国签订 这种不平等条约的 这种越南的大臣 说这三点都做不到 那么也说 在目前情况之下 清军 没有能力去抗拒法军 也没有一个控制越南的 这么一种绝对的 这么一种把握 那么这是他讲到 清军 很难去对抗法军 很难把法国人 从越南赶出去 他说同时 这个时候 中国还面临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朝鲜问题 他的原话就讲 说朝鲜 隐患亦多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日本在朝鲜制造的事端 准备要训练朝鲜 那么这样 中国就会面临着 什么呢 要面对着 法国 日本 从南和北 两个方向 对于清王朝的这种威胁 是吧 法国在南方 日本在北方 那么同时威胁这个中国 那么因此 这个组合论者提出来 在中法战争 没有公开爆发之前 中国方面 要审时 要审视 要量力 要持重 就是要慎重 要慎使途中 那么他们考虑什么问题呢 他说 中国在战争当中 一时战胜 未必历久不败 在某个时段 可以打胜仗 可以取得战争胜利 未必历久不败 能不能够永远胜利呢 说 一处战胜 未必各口接手 一个地方可以战胜法国人 你中国那么大领土 是吧 那么多港口 能不能够都守得住呢 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有可能取得 一时一地的胜利 但是很难取得 永久的 这种全局性的胜利 那么他们担心 中国取得的某一个 战争战役的胜利 有可能导致 法国更大规模的 侵华战争 导致法国 扩大对华战争 他认为这样的话 对于清王朝来讲 就会国家永无宁日 永无宁日 没有这个一个 能够安定的一个日子 兵连祸节 那么也说 他们在权衡 又在权衡一个问题 他们在权衡 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经过权衡之后 认为 中国的兵力不如法国人 中法战争公开爆发之后 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 这种概率 要更小 失败的概率更大 那么因此 他在做了这种权衡之后 他认为对法议和 那么应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那么下面我们要分析一下 组合论者的上述 提出了三点理由